这位宝藏博主被央视发现了 根据四川观察的消息 1月21号 梁田的身影出现在了北京2024年春晚的彩排现场 他还收到了总台的文创 虎头帽和春晚 但是这位梁田究竟是个什么来头呢 经常刷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 梁田是一位自媒体摄影博主 原名叫施加栋 他大二自学摄影 慢慢做成了千万博主 在个人签名中 一句各花各有各花香 像是血肉溶进了他每一张照片中 从校园路人抓拍到评论区投稿拍摄 一张照片就是一段故事 有路边卖画救母的女孩 互相救赎的情侣 因为脸上开截而自卑的妹妹 还用相机让他们看到了自己真实的美 并且每一条视频下都配上了一句温暖的文案 你们有谁见过花开在脸上的女生啊 请允许一切发生 然后做个勇敢的人 他所发布的视频感动了无数人 网友们留下感慨 梁田存在的意义已经不只是摄影了 它真的成了一片梁田 让每个人都开出花 这才是自媒体存在的意义啊 我想这次春晚向他发出邀请 不仅是对他高质量作品的肯定 更是因为他的正能量感动了你我 话说你曾经刷到过梁田拍摄的哪一张照片呢